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好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念 这个仙传云流了 这是白话的 我们再来念完 马丹阳真人他是 123到1183年 享年61岁 明从义自宜府 山东登州府 宁海州人 先祖世世代代 居住在关中福峰 家住在云阳 这是 戳儿三下 唐朝末年先祖兄弟四个人 为了躲避唐末五代的兵乱 举家迁往海上 这个海上应该是宁海 应该是宁海 不可能住在海里面 应该是宁海的北部 我是这样想 那么其中这个四个人 有一个族就住在来阳 有一个族是住在黄县 有一个族在文登 有一个是住东眸 东眸就是山东那个地方 那真人呢 就是东眸一系族人的后代 世世代代都是有名望的儒生 在陶庭担任大官 子孙满堂 地方乡亲呢 称呼他们是海宁巨族 那么马真人的祖父 明伟 就是马绝 明慧绝 就是马绝 自华首 四个通达五经的文人 马大王真人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呢 金太宗天会九年 公元1131年 十二月八日的早上呢 有一个客人急急忙忙的离开 把一个用布缠起来的包裹 留在桌上 祖父呢 就把那个包裹打开来 里面有黄金两亿 应该是 钱应该是蛮多的吧 这现在不知道换算单位是多少 是不清楚 那隔天呢 看见客人又来了 那么立刻 物归原主 就像他祖父是很有德性的人 他没有把钱 就私藏起来 那客人 这个客人就谢谢他说 我是旅动兵仙人 我住在幽谷村 以彩桃为生 这个为多一个字 可以把他画掉 以彩桃为生 赚了黄金两亿 想要拿去市场采购 但是这个税间的官员 存心想要陷害我 我差点呢 就被抓去关了 我大概是这样翻 大概是这样子 被陷害 幸好遇到的贵人 我愿意把钱分给你一半 哎哟 真好 是不是 要是我就好 你看 所以马真的祖父婉拒 不简单 那吕先祖他跟他说 先生你的长相高贵 气质非凡 以用你的后代子孙呢 会出一位神仙 从此以后呢 马祖父赚了钱越来越 赚越来越多的钱 在宁海市最有钱的人 人人都称他为马伴州 他的祖父生了五个孩子 取名叫做 仁义礼智信 刚好 我们的马义真人是第二个儿子 马真人就是其中第二个儿子 母亲呢 姓唐 他梦见马仙姑呢 是给他一粒仙丹 吞下去之后呢 就就怀了马丹羊真人 所以可见我们要修行 祖德也蛮重要的是不是 祖德啦 祖先的那个德也很重要这样 好 那我们看喔 这个徽宗宣儿五年呢 公元一一二三年 一岁 他一岁 刚出生的时候 五月二十日 马丹羊真人 降生在庆余堂 后来这个马家大宅的 这个庆余堂 改名叫做降仙坊 那如果我没有去过大陆 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还在不在 如果有在的话 可以去拜访一下 叫降仙坊 那生下来的时候呢 身体像火红一样的颜色 过了七天呢 颜色才退掉 两只手一直紧紧握着拳头 一百天之后才打开拳头 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 长相清秀出俗 没有一点世间人的俗气 小时候受过儒学教育 很会写诗词文章 个性淡薄名利 喜爱自由 逍遥无拘无束的生活 没有想要考取公民的打算 常常与有学位的君子 读书君子出游 别人称呼他为 称呼他为 我再多一个字 称这个话掉 称呼他为金穴豪士 金穴豪士 有一位道士叫做李吴梦 他在昆仑呢 昆仑 他那个地方叫昆仑 应该不是大陆的昆仑 是一个地方叫昆仑的地方 烧链外丹 那么三年都失败了 他就说如果有神仙来我这边 我的金丹就可以成功了 那有一天呢 马真人跟一些豪杰 在炼丹炉的地方游戏 金丹就成功烧链完成了 那么吴梦道士看见马真人非常惊讶 他说马真人的额头像三座三一样饱满 双手垂下来超过膝盖 我们来想的难想象 双手垂过 这个很像猩猩 对不对 这可能我今天描述有点太夸张了 仙传就是他就是跟你不一样 但是看看就好 代表他的这个三座三一样饱满可以想象 代表他很有福分 因为他很有钱 然后有成就大神仙的资质 所以以后你们想成见大神仙就走路要这样 再看 后来又称赞他说 这个我后来就没办法翻译了 所以我就是原文念一念 这个我没办法翻 身体堂堂 面圆耳长 眉羞目镜 准指口方 向好巨竹 顶有神光 衣服 这个衣服就是他的笔名码 我给你授记 衣服授记 同步红装 借丹乃成 深深之德 然后他的亲家孙公 就是孙不二的爸爸 看他为人忠义正直 又听闻这个吴孟道士的称赞 就把女儿孙父村许配给他 当作妻子 也就是孙不二元君 生了三个孩子 名字叫做马亭真 马颜瑞 还有马颜规 这应该是颜嘛 颜真三个 好 金世宗大定七年 就是四十五岁 他入道时间也很晚 所以这个可以记一下 那么真人跟遥阳高聚才 旅游观赏在泛民族的一个 叫做御仙庭的地方 那么大家呢 喝酒喝得有点醉了 马颜然呢 写了一首诗 诗的后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喝醉的我有谁肯来扶我一把 那么呢 秋七月 梦见有一只仙鹤 从住家的南园飞走 论七月十八日 崇阳帝君由中南山到达了东眸 戴着草帽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一手夹着竹笛 一手拿着木棍 然后呢 手提一个铁罐 进入了泛民族的南园 这一看那个形象 根本就是一个乞丐吧 是不是 破破烂烂的衣服 好 就进去了 然后呢 开始在玉仙林喝起酒来了 那马真人进来之后呢 他也不会看他穿着破破烂烂 他也不会看不起他 他看着他这个人穿着 之前那个叫什么歌的 那个犀利歌 对对对 哇 这个人看起来很犀利 是不是 他觉得他这个人 他不会看不起他嘛 他见了面就鞠躬 好像老朋友一样熟悉 很奇怪哦 然后马真人就问他说 你从哪边来的 然后呢 王晨阳回答说 我走了几千公里的路呢 特地来服喝醉的人一把 我马上吓到 他说他这么多时间讲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呢 他吓到了 哇 这个人很犀利 他说什么是道 他说五行到不了的地方 父母还没有出生以前的地方 那就是道了 哇 你看 简单两句话就把道 什么是道讲 我们都没有办法 两句话就回答完 那么呢 这马真人就钦佩了嘛 他们就一直论道 论道还婚 那么马真人呢 他觉得听不厌倦 于是邀请从阳祖师到 马真人的家里做客 那妻子就是孙不二元君 他的名字那时候叫傅春 他的妻子傅春就打开窗帘观察后说 我看这个王先生 他的脸色像 这个 这个是浮枣是不是 浮举 浮举 浮举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浮举一样的红 眼睛呢 炯炯有神 像玻璃珠一样的清澈 声音像撞击大钟一样的响亮 说出来的话呢 像泉水奔流不停 他的风采真的如同他的外号 正阳一样 比西利哥还要厉害 是正阳 他们呢 你应该要用心的向他请教 那马真人就问他说 领导人家想要在哪里清修 从阳祖师就说 在你梦里南园仙鹤飞起来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盖一间茅房 可能丹阳真的有跟他讲 他梦到仙鹤什么的 然后呢 他重点又来了 因为他已经45岁了 马丹阳已经45岁了 他就对他说 人生好像闪电 像石头碰撞出的火花那样 烧闪即逝 如果你不赶快修行的话 寿命到的那一天呢 虽然你后悔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 马丹阳真人他的寿命 那时候他去请算命先算 他最多是活到49岁 49岁 每一个 我问徐福智算命师 你活到49岁 怎么会这样 我去找郑德山算命师 你活到49岁 你怎么会这样子 再去找别的 你怎么一个都说49岁 哎呀真的糟糕 你看是不是都串通好了 不知道 都49岁 然后念他那时候45岁了 45岁嘛 45岁到49 你看几年的时间 四年不到嘛 所以为什么马丹阳 可以成道这么快 因为他认为他活的时间 不多了 你知道吗 他认为他只剩下 三年的时间可以活了 所以他用的苦工是 比任何一个真人还要多 他就是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他修得很勤 那我们知道 他后来活到60多岁嘛 好像又多活了12年 所以就是说 口诀在哪边 就是要把生死 当作一件眼前事 虽然我讲的头头是到 后会做不到 虽然我们大家努力 好 那马 因为马真人那时候 他虽然45岁 但是他钱太多 他马半周 他家里很有钱 然后又有恩爱参眠的妻子 他还有一个巧妾 那小妾是他前世的女儿 他后面会讲奥 然后迟迟无法决定要修道 那重康祖师就叹气的跟他说 你再不修行就来不及了 因为重康祖师他已经有法身了 他知道什么时候会 会闲他都知道算好了 然后9月底 你看时间又拖很久 因为他7月才认识祖师 然后一直拖到8月 两个月过后 马半还建好 然后试给马真人的法号 叫做通医 制造全道 无忧子 那么10月以后 这个马半建好 不是叫马丹阳进去闭关的 因为马丹阳那时候还不相信他 还觉得他只是一个 有点犀利的人这样 但是这个是谁进去住的 是崇阳祖师自己要进去住 为什么 为了证明他是有能力的 有神通的 那么崇阳祖师就入 茅房进修 请马真人锁住 茅房闭关一百多天 每天亲自 这个是马真人 亲自赠送一样食物 不是 这是王崇阳真人 从那个闭关房里面 闭关房里面有一些食物 然后他就每天赠送一样食物 然后表示大道的玄奥 并且督促马真人夫妇 共羞耻清净无为的大道 马丹阳真人 说真的也蛮过分的 你看 为了测试他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防止门窗可以出入的地方 没有个地方 不是密不通风的 严密锁紧 就像现在的苏师兄一样 被锁在里面 被锁紧紧的 跑不出来了 然后呢 崇阳祖师呢 每五天呢 就要这个栗子和这个芋头 各六颗 每十天呢 要梨子一颗 好 初一的时候呢 在赠送马真人梨子一颗 十一天呢 将梨子切一半 命令他们夫妇一人吃一半 从此之后呢 每十天就多切一等份 第三天就是切 三十天就是切三等份 闭关第四十天就切四等份 一百天呢 再切成十等份 下法道家 天一第二天三 第四天五 第六天七 第八天九 第十的数目 这个我们说过 上过周易长生经 我们都听得懂 他讲什么 合起来总共得 数字五十五 是和图落书 天地阴阳五行的 总数 是周朝易经 亦阴阳之味道的演化 暗禅的逆修成神 暗禅的逆修成神 好 顺身成鬼的意思 因为我每五天呢 赠送利子跟芋头 各六颗 好 他的隐喻在这边 利子呢 就相称利 芋头就是玉 原来是为了表示呢 马真人 这是夫妻 对不起 这打太快了 变分妻 这两个字都打透了 马真人夫妻 这夫妻 可以改一下 马真人夫妻 要能够分离 所以他 十天切一半的离子 分离就是 他们两个要分开 分离 能够 如果能够分离修成的话呢 则能够利欲 这个利就是 他有分利子 利己欲见大道 好 这三个隐喻都在这边 利己分离 利欲大道 要赠送 诗词与马真人 晚来对谈 来显出隐秘的修真宗旨 又常常献出法身 来到真人的房间 诗典他修到行宫的诀窍 马真人的房间呢 距离闭关房的毛房呢 有好几百步的距离 且隔着两条大街 而且呢 马家大宅都是三进嘛 一进二进三进 庭院的门窗呢 全部呢 严密的封锁了 全部锁起来了 不知道是从哪边来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边出去的 派人去闭关房的时候呢 查看 他就从家主持呢 正在安中安静的打坐 又献出法身 又法身 神进入梦中呢 以天堂地狱的情境 用各种的方法 不断地循循善用 但是啊 马真人呢 贪爱色诚 攀缘富贵 还是不能打动他 出家修道 忽然有一天晚上呢 梦见他自己站在花园 然后呢 自言自语地叹息说 我的生命就好像 我手上这个细瓷网一样 一不小心就睡了 还没有讲完话呢 那个网就从空中掉下 睡得满地都是 马真人被吓到呢 哭醒了 他就吓醒 就哭出来了 吓到哭出来 第二天到了茅房呢 从阳祖师说 你不修道呢 你的寿命是活不过49岁的 昨天把你吓醒了 有没有让你悼心坚固了 马真人在开悟 原来这个是 祖师他去点画的 原来是这样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定 好 他悟性也不错啦 你看 45岁一年就觉悟了 也是不错啦 也是不错啊 45年遇到祖师 46岁就出家了 根气也是很好 好 大定八年呢 1168 46岁 正月初十 以分离石化 劝马士夫妻出家 修正完毕呢 好 那这里面有一本书 叫做分离石化 都是王总庄祖师 在闭关房一百天所写的诗词 那这个呢 就可以请这个师兄师姐 夫妻党啊 可以互相啊 啊 去研究一下啊 啊 这个在第二页的地方 好 第二页的地方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写给马丹阳的特别多 他给孙不慧的只有两首诗耶 他给孙不慧的只有两首诗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带的话可以翻一下 他很好玩 他 他给孙不慧的诗很少 他 大部分都是在渡马丹阳 因为他觉得 马丹阳是重点啊 可能孙不慧的根气比较好吧 我不知道 你看第九页 第九页这边有一个叫正仙姑的 正仙姑 在第九页有没有 正仙姑就是 赠送给这个孙不慧的仙姑 他说 其实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是 先传这个 在孙不慧援军的部分 是马丹阳那时候想要修行的 然后 阻止他的是孙不慧 孙不慧说 你不要去修行 马家大宅这么大 你要看 你爸妈也要照顾 你儿子女而已还要照顾 你去出什么家 一直阻拦他 阻拦的是孙不慧 但是慧眼的也是孙不慧 很奇怪你看 然后呢 王串阳知道这件事 他就写这首诗给 给孙不慧 他写什么 主诗说 在家只是恶婆夫 出的家园没火炉 若会修行成锻炼 教人永永换仙姑 就这一句话而已 他说 你守的马家大宅 守了一辈子啊 一百年好了 你就死掉了 如果你今天修炼有成呢 万事万代人们都叫你仙姑 真的耶 孙不慧真的是变仙姑了 我们大家都还在拜他 对不对 好 第二首诗 在第十一页 又是一样 第十一页 后面的结尾又是一样 你看 我们念一下 也是个绝句 他说 恶婆子嗜 世间居 不是 蓬莹 有玉胡 若肯 回头 修觉悟 名传永永 换仙姑 又是换仙姑这样 这两首诗 其实他给孙不慧 诗很少 就这两首而已 那孙不慧一直去参 一直去参 他就开悟了 我觉得他们根气 真是太好了 你看 两首诗就开悟了 你看 我修了三十几年 跟在老师旁边还没开悟 惭愧惭愧 根气真的太好了 所以呢 这个 要成为妻生 根气真的要很好 不然没办法 马丹阳一年就开悟了 然后呢 孙不慧真的 两首诗就开悟了 真的是 根气太好了 啊